基督教脚生医疗中心最近在柔椅密室开设了诊所总部 届时将会为更多的当地社区民众提供价廉值优的医疗服务 日前 基督教脚生医疗中心在柔椅密室开设了诊所总部 并举行了开幕仪式 活动现场嘉宾云集 多位脚生董事和高层出席 更邀请到了加州第22区参议员Ed Hernandez 以及盛盖博士市长廖清禾出席 典礼由李伟强牧师主持并向公众介绍了新医疗中心提供的相关服务 今天是Rosemead的诊所的开幕典礼 这个也是脚生医疗中心的总部 因为这里有差不多一万多尺 除了有牙医跟普通的医生以外 也有一个电话中心 也有一个健保的咨询跟申请的中心 目前脚生医疗中心有三个地方 除了这里总部以外 还有原来的Saint Gabriel 还有去年年底才刚开始在City of Industry的医疗中心 总共三个医疗中心加起来呢 我们有差不多两万尺的地 往后有19个牙医床跟17个医疗师 我们主要是为华人的社区跟那些白卡 红蓝卡有经济需要的人来提供服务的 诊所接收红蓝卡 医疗白卡 以及奥巴马健保Covered California 也可以提供无健保人士 根据收入折扣 还有免费的妇科检查 免费的儿童医疗服务 低费医疗服务 以及低费牙科服务等等 矫生医疗中心保持着一定的高水准医疗服务素质 也是正式的联邦特许医疗中心 这样诊所就可以利用更多的政府资源 为病人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